想要拿一双鞋,哎,打开来,哎哟,我学会怎么这么臭啊,怎么办呢? 生活只会大发现,用卫生纸也可以除臭,利用的道具就是这个卷筒卫生纸。 它真的可以除臭吗?做个实验吧,我们来试试闻这双工作人员的臭鞋子, 把鞋子放在密闭的箱子里,再请另一位来闻闻看这个臭味,恐怖香。 哦哟哟,我的天哪,可是什么味道还真是臭气冲天哪? 不过,如果放进卫筒卫生纸,再等一段时间,让它发出作用会有什么结果的? 我们试试看。 来来来,不要惊,你再来闻闻看里头有什么味道吗? 嗯,有了,闻不到什么啊? 或者的味道已经没有了,箱子中闻不出有什么味道,成功! 这么一来,你就给你把全筒卫生纸放在鞋柜里头去除难闻的气味了。 一般的鞋柜之所以会产生不好温的气味,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鞋柜本身是一个密不通风的一个空间, 所以它的湿气会比一般空气还要高,加上由这个脚所排出的汗所滋生的黴菌,会造成不好的味道。 那么面纸,它因为它本身的纤维非常的细,加上它的这个网路交叉非常的复杂,所以能够很有效的将这个水分纸或者是空气的杂质吸附干净。 原来面纸的纤维能够吸附湿气哦! 鞋柜是密闭空间,因为湿气和汗水容易滋生黴菌而有臭味。 今天利用面纸交错而复杂的纸张纤维把它放进鞋柜里。 虽然周围有湿气的环绕,但是纤维不过将湿气和空气中的杂质吸附进来。 因为没有湿气,雷军不会滋涨,鞋柜中自然就不会产生难闻的气味了。 来做个实验,箱子中充满了烟,看看卫生纸能不能够把它吸附干净。 另外,我们准备了没放卫生纸的箱子。 最终两边的结果,在经过一个小时之后,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,有卫生纸的烟已经不见了。 不只是鞋柜,卫生纸也可以放在冰箱除臭,或是摆在最容易产生异味的汽水槽的下面,这样放四个角落来去除臭味。 甚至你也可以抓一点卫生纸把它带到鞋子里头来,这样也可以去除你鞋子的臭味哦,很不错吧? 而除臭效果可以达一个月,之后卫生纸还可以利用。 只要用卷筒卫生纸就可以除臭,让家中各处永保清新宜人的好东西。 大家赶快试试看吧!